請你跟我這樣過 春天過生活 幸福多更多 歡迎收看 請你跟我這樣過 請你跟我這樣過 好家再好智慧 孕婦服務腳筋 靜脈驅張愛找你 比例上來講的確女生 大概是4比男生1 這樣的比例 那它就跟 對 孕婦是有關的 對 不過還有一個原因 很容易造成肩膀驅張 為什麼 因為胎兒在這邊壓迫 對啊 像你們女生 如果平常喜歡穿那個頸部 對 腰部 這邊綁得很緊 或是臀部這邊綁得很緊 你知道嗎 很容易造成下肢的肩膀驅張 對 也會 女生最怕外表醜 水腫腿出不得了 擺脫老人醜困擾 精采內容千萬別錯過 那這一邊呢 我們這邊首先要跟大家聊一聊 就是有關水腫的部分 對 好想吃到困擾 對 但是我們怎麼判斷 身體出現水腫了 很多女性朋友 可能都很擔心這一點 你因為是水腫 不要是胖 但是當你真的是水腫 你會覺得很困擾 對 對 所以一般來講水腫 應該是說要自己跟自己比 就是說早上跟晚上比 或者是左邊跟右邊比 昨天跟今天比 如果發現說 比如說兩邊不對稱的腫脹 或者是不同時間 有不一樣的腫脹程度 代表說你可能有水腫 我們有一個簡單的測試 叫做壓線測試 比如說你下肢水腫的時候 我們用一個拇指 把它這樣子用力壓下去 有沒有特別要按在什麼位置 通常是這個 我們叫這條骨叫筋骨 這個中間的骨頭 對 筋骨這中間骨頭兩邊 壓下去 如果壓下去以後 超過大概10秒 20秒 還回不來 一般來講5秒就要回來了 如果你壓下去 10秒 20秒還回不來 回不來 太誇張了 真的真的 水腫就真的回不來 那意思是就是一直凹在那邊 對 一直凹下去 然後白白的有沒有 按下去白白啦 都不起來了 慢慢的回來 回來很久 對 那這種的話就代表說 你真的是有下肢水腫的現象 對 其實女生我覺得都會有 女生好容易有 真的嗎 好 那當然會水腫 會腫這個字 可能是源自於有一些壞習慣 自找的就對了 自找的 對 不是媽媽生給你的 我們要看一下哪些壞習慣 你要面對 來 好 我們來看看 就是這些壞習慣 包括第一個 酒座酒站不喜歡運動 還有另外第二 坐的時候翹腳 另外習慣三 是這個亂吃來路不明的 減肥藥 還有只喝湯湯水水在減州 減肥啊 一定要 妳說到這些其實很多 都說中了很多女性朋友的行為 對 對不對 對於這種酒站 我一定有 我做了八年的外景 外景就是叫做 行腳類節目嘛 對 就是靠腳 對 在行走 所以真的 你看我們從一大早起床 有時候其實坐外景 凌晨就起床 五 六點 可能六點就出班了 對 然後忙到晚上 有時候多晚才回家 其實有時候 妳能夠坐下來的時間 就大概吃飯時間 我中了三個耶 妳有這麼多 對啊 好可怕 酒座 酒站 酒站就以前一樣嘛 工作一定要這樣 一直常常站 然後主持也得一直站著嘛 對 然後酒座 是因為現在就 妳哪裡老 在我們以前不只能說啦 對 我們現在是有遺留公共在跑外景 對 比較沒有跑外景 然後就比較 工作也是坐著 然後回家 妳可能也是坐著 然後尤其 比如說打電動 也是坐著 因為久坐 然後加上不喜歡運動 其實我是喜歡運動 但是因為我前一陣子 開刀盲腸嘛 然後也不能運動 又好幾個月又沒了 結果就沒有動 所以這一定是有 今天宜萱 是因為在家裡 坐了好久了 妳來幫我 幫我走一下 我出來拖破風 可是我也這樣 以前我相信所有女生減肥過 一定都有吃過來入住 對啊 一定的 但是因為那時候真的不懂事 然後你就覺得要快速瘦 對 然後是真的有瘦 但是也 一不吃就 超快速POP 對 我是說第三個 其他都有 我一個是所有 水腫 余大臣 余醫生的人 妳就不一點都不走 妳好難喔 我以前也一直覺得說 來人啦 把他趕過去 對啊 對 來人啦 把他孝敬 魚腫 魚腫 沒有 我現在看起來 超不腫的 沒有 所以我有用一些 很極端的方法在小水腫 因為我以前都覺得說 自己怎麼可能會水腫 什麼的那種 然後我就是久坐久站 然後尤其像剛剛大家說外景 然後我又主持活動 然後都是穿著高跟鞋的那種 然後所以我就是站很久 常常可能隔天睡覺起來 有的人還以為我家暴 就是想說你怎麼這麼腫之類的 對 身體就腫腫的 所以我覺得可能水腫太嚴重 我那其實四項我都有耶 因為我 對 因為我不愛運動 所以我只要能坐著 我都不起來 就是可以一直坐 能坐著不起來 對 我都不可以起來 能躺著就不坐 對 能躺著我就不要坐 他今天錄影 都一直坐那個位置 每一集都沒有起來 沒有 我都一直這樣坐來坐 她沒起來過 然後像那個 因為女生嘛 一定要減肥啊 然後我朋友都常跟我講說 她有一種藥 超有效的 然後我想說 既然有效就請她拿 就幫我拿藥 結果拿到的時候 就七天 七天吃一次 不對啊 一次吃七天 然後 然後 你整換了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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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就是一次拿七天啦 還是藥有副作用 對 副作用 那不要再吃喔 重點是那個藥包上面 有什麼都沒有寫 但是女孩子就是這樣 對 只要口耳相傳些什麼 就哇 副作厲害 只要一聽到 有用 就吃藥包買 對 不過這樣聽下來 為什麼錯誤的姿勢 會造成這個水腫呢 黃醫師 我們這邊看到 第一個洗根跟 第二個洗關都跟姿勢有關 那久坐久站不喜歡運動 它其實是影響到 我們的血液循環 影響血液循環的時候 如果是上半身 就是僵硬緊繃 因為你的肌肉的含血量 比較低 它就比較緊 下半身因為地心引力的關係 就腫了 那錯誤減重呢 是傷腎嗎 還是怎麼樣 邱醫師 為什麼會水腫啊 對 三跟四 剛剛有提到一個說 來路不明的減肥藥 我要跟你們講一個觀念 其實只要是來路不明的藥 都有可能傷腎 那一旦傷腎 你就會全身水腫 這個大家都有這個常識 對 那所以不一定是減肥藥 因為我們知道 任何藥都有副作用的 我跟你們講一個 很簡單的例子 大概是在2002年的時候 曾經發生一個案例 就是有一個 在自己開中醫診所的中醫師 他因為壓力工作很大 然後他有B型肝炎 常常覺得很累 他認為他有這個濕熱症 所以他就想說 那我就買那個中藥廠 就是GMP藥廠生產的中藥材 叫龍膽蟹肝湯 結果沒想到吃了六年以後 他洗腎了 六年了 對 所以這件案例告訴我們什麼 就是說 你看他本身是受過訓練的中醫師 他那個藥也是藥廠生產的藥 你知道嗎 但是因為一下 一下一時疏於注意 結果造成這個洗腎的悲劇 對不對 所以你看看 連這樣的人都會 所以你們怎麼敢再去買那種 來路不明的減肥藥這樣亂吃 太可怕 太可怕了 所以千萬不可以 這第一點 那第二點就是說 喝湯湯水水 湯湯水水是為什麼 你知道嗎 在英國曾經發生很多 這個想要減重的新駕娘 你知道嗎 他為了要快速減肥藥 外國人很胖 對 他想要在三個月之內 瘦30公斤 40公斤 對不對 你知道他怎麼做嗎 他就完全喝湯水幾肥 結果他都死掉了 你知道嗎 心臟衰竭死掉啊 那在心臟衰竭之前 他就先腫脹 對不對 你怎麼 為什麼 因為他怎麼樣 心肌肥厚 開始肥厚 血液打不出去嘛 對不對 所以他下半身的血液 通通打不回來 下半身就開始腫了 我們常講說 減肥就是要什麼 要熱量減少 營養要什麼 均衡 你營養極度不均衡的時候 蛋白質的產生太少 你知道血液 要怎麼樣來控制 它的這個不要水腫 你知道嗎 因為血液當中 要有一個白蛋白 這個白蛋白 可以把水分 拉到你的血管裡面去 不要流到組織當中 那你白蛋白都沒有了 因為你沒有蛋白質嘛 你白蛋白就不夠 水分就從血管當中 一直滲出去 滲到你的組織當中 就像吹氣球這樣就腫起來 這就是水腫的一個 很重要的原因 對…這樣就好 不過如果說真的 我們有水腫 應該要想辦法 稍微消除一下對不對 依柔 妳會有什麼方法嗎 我是還算比較健康 就是我都會查一些 像是自己煮紅豆水 然後喝藝人水這種 然後還有那種 人家講的玉米鬚 對 玉米鬚 也是利益利益 而且你知道那紅豆水 它煮的技巧就是 你紅豆不能破 因為紅豆本身是電腦 所以它煮的時候 你要用悶的 我抓過大概 差不多40分鐘左右 它是不會破 但是它那個水 就是你喝起來 真的是紅豆的味道 可是那個紅豆 每一顆都是完整的 你真的喝完之後 就去一直跑廁所嗎 就是它會比較沥水 就是真的 你喝到一個禮拜 其實你就會感覺說 那個水腫什麼的 就比較不會那麼明顯 比如說你可能從早上 到下午的時候 你可能也許 哇 鞋子穿怎麼那麼緊 可是這個狀況 就可以改善 麗萱妳有什麼方法 我會滿多的 因為我眼睛也是會水腫的 就是我上半身的話 是眼皮腫 然後下半身的話 是雙腿都會很腫 然後眼睛的部分的話 我可能早上就是 會特別在用眼睛霜的時候 就會去按摩 然後就是去 多促進眼周的循環 然後有時候會用黑咖啡 來削那眼皮的腫 然後在身上的部分的話 我是之前比較會勤勞的話 是尤其冬天 更要泡熱水澡 然後泡澡的時候 你要去一直去按你的周邊 然後用這個指節 然後去這樣子 刮刮刮刮刮 就消水腫還滿有效 然後吃的部分 像剛剛儀柔講的 那種藝人嘛對不對 然後我是 那時候順便帶減肥 我是用這個來當代餐 就是 就是煮成像一鍋那個 藝人冬瓜 你還可以加瘦肉或雞肉 就是一個瘦肉粥 然後變取代你一餐 藝人變成粥的那個 這個雞皮 然後吃飯就是冬瓜 然後它又可以很有效的排水 然後熱量又可以控制好 然後你營養全都在裡頭 所以效果很好 我覺得那效果還滿好的 聽起來不錯 要做很多的工夫 對 我常聽雅蘭都在講說 她有時候覺得好辛苦 常會一直弄這個 一直弄那個底細膚 都不像一一都不會胖 你看 對啊 沒有 我真的是用一些 比較極端的方法 就是譬如說 我真的是覺得自己很腫的時候 我就趕快灌兩杯咖啡 然後但是 如果真的再腫一點 頂多就是三杯 對 我覺得 如果腫到不行 那就四杯 對 對 這個應該會清洗到不行嗎 可是我覺得差不多兩三杯 但是我有聽人家說 什麼黑咖啡 比有加牛奶的好 但是我個人是覺得 我是不知道是什麼原理 所以我都還是有加牛奶 但我覺得好像還是有效 對 加牛奶有利水 對 可是我以前喝黑咖啡 就喝到常胃痛 所以我現在都不喝 不是 你是照家綸在喝的啊 家綸在喝的啊 對 結果後來我朋友 教我一個方法很快 就是吃 利尿劑 我就想說 因為減肥藥裡面 也都會有利尿劑 那你吃了之後 就會一直排尿… 那水腫就瞬間整個都消了 所以我現在只要有 早起的工作 我一定會先吃一顆利尿劑 還在吃喔 讓身體的水分趕快排便 利尿劑可以隨便買得到嗎 常吃嗎 你有每天吃嗎 沒有每天啊 可能一個禮拜七 工作量沒那麼大 對 你怎麼會吃幾天啊 還要吃沒有的時候 對 這樣好嗎 這利尿劑劑可以隨便在藥局 就買得到 利尿劑劑那個是應該一生就算 利尿劑劑不是處方藥 如果它的劑量比較低一點是 就是那種藥局 藥局的 對 只是用藥 就是你可能可以買得到 低劑量的 了解 但是還是不要亂吃 對 超明根像他這個方法真的不太好 來 那我有自己的方法 而且我是不同的部位 不同的方法 像如果早上起床 像眼睛水腫 那我就會拿那個茶包 拿兩個茶包這樣敷著 然後腿的話 因為腿也很會水腫 我會用那個陶瓷的湯匙 然後用精油這樣子刮 有點像刮沙 對 用刮的 用刮大概也是要刮個十幾分鐘 然後如果真的是沒時間的話 我跟依依一樣 我是喝黑咖啡 對 它真的是有效的 對 它真的很會利尿 對 可以排水 我來解釋一下 剛剛講依依說黑咖啡 其實黑咖啡它本身 不只利尿的效果 它還有排速變的好處 排速變的 對 甚至還有促進新陳代謝 你知道嗎 我們大概有醫學上研究說 如果你大概喝100毫克的咖啡液 100毫克 你知道我們一杯咖啡 大概就是100毫克的咖啡液 新陳代謝會提升大概3% 新陳代謝會提升一點點 所以它對於新陳代謝的提升 對減肥是有幫助 可是你一旦加了牛奶或加了糖 大概就有點破功掉了 對 為什麼 因為抵消掉了那個效果 因為你熱量也是進來的 所以依依還是要喝黑咖啡 黑咖啡會稍微好一點 那如果你嫌黑咖啡太濃 你覺得說有苦或酸酸的 那種不好喝 你把它稀釋 稀釋成500cc的水果 咖啡水 對 你就把它當你今天要喝的 水的一部分 這樣就OK了 剛剛依杰不是有提到那個力尿劑 坦白講 你們講的這些當中 最有效的就是力尿劑 真的喔 所以它會有副作用 你們知道什麼副作用嗎 什麼 你以為說吃得很好嘛 這樣馬上消 對 但你知道嗎 力尿劑一直吃 我剛剛就是要問說 你有沒有天天吃 如果你天天吃你要很小心 天天吃你知道會 電血就不平衡喔 然後對 然後開始 血糖會上升喔 血脂肪也會上升 尿酸也會上升喔 對 所以會導致很多副作用跑出來 所以這個不可以亂用 真的耶 而且 而且之前有一個女生就是長期 她都用力尿劑來當作 用去水腫的力氣 因為她說很好用啊 有時候甚至一天不只吃一顆喔 結果她就吃了十幾年下來 她最後是去洪醫師那邊報道 沒有 她是腎臟出問題的 什麼 她就後來要洗腎 那像依依這種黑咖啡的 也要注意量 因為之前有個女生也是一樣 她就覺得說 你好 水腫喝黑咖啡 蠻有效的 所以現在有些部分咖啡店 是可以一直續杯的 你知道嗎 她就乾脆想說 帶著書本 帶著什麼 就去那個咖啡店 不停地續杯 一天續下來 大概續了七 八杯都有 她是到後來覺得說 整個覺得很不對勁 她說她那個時候 被送醫的情況是 她覺得心悸之外 她已經開始有點暈眩冒了汗 就覺得很不舒服 然後請店裡面 幫她叫救護車送醫 所以我再稍微補充一下 咖啡裡面 有的人一杯就會心悸 就會失眠 就手抖對不對 心慌什麼的 但是一般人 如果說你平常有在喝咖啡 我跟你們建議 一般醫學上來講 超過多少 就會有開始副作用的 就大概400毫克 400毫克到多少 大概四倍到五倍 大概抓最多三杯以內 對 差不多 那個是OK的 安全的 就是一般我們最常買得到 便利商店那種的大小 對 那個大概三 那個 那個不只100 那個已經是 有個很大杯喔 對 那個算是兩杯 對 差不多兩杯 所以那個我們就不要超過兩杯 對 不要超過兩杯 那像剛剛他們有講說 譬如說早上起來眼界按摩一下 或是說敷茶包 紅豆水 湯匙刮絞 那些都OK嗎 如果你是像剛剛提到說 用什麼東西也可以 外力加壓一點點對不對 因為我剛剛講的 眼皮是比較薄 鬆鬆的 所以你這樣壓 那個水分真的會被壓開 而且在你晚上睡 睡著的時候是平躺 那心臟跟眼皮是同一個位置 所以這時候很容易腫 但一做起來以後 那它比心臟還高嘛 低性力就會把它往下拉 所以這個時候也會有效果 對不對 所以這個壓一壓是有效果 但是你說你用刮的什麼方式 其實那個 只是把水分稍微刮開 你一放開 如果真的你有那種 下肢水腫的那是問題 你一做起來 馬上馬上 等一下又腫下去了 對 那個只有短暫效果 我是有聽過泡鹽巴水 就是很濃的那種海鹽 沒有到很濃 其實就加一點 好像就是可以讓那個 就是像我們那個 菸菜的時候 不是都會加鹽巴水 就出水了 對… 就出水了 因為我們去給人家 做SPA的時候 它不是… 這樣以後泡水 我們就想到水裡紅 對… 不是 因為我覺得有連… 因為我有在做菜嘛 然後比如說我醃東西 都會加鹽巴 然後比如說我們做那個高麗菜 它不就會出水嗎 然後我就會想到說 我每次去做SPA的時候 愛用鹽 它每次就先讓你泡腳 然後你都會看它腳 我就說你加什麼 它就說沒有 幫你用一點海鹽 去一點角質什麼的 然後再幫你滴兩滴精油 然後我就想說 他說因為這樣子 你等一下我們在幫你做的時候 你就是會比較會排水腫 所以我後來就把這兩件事情 連貫起來 我就覺得好像也滿有道理的 應該這麼說 其實那個只是讓你心裡 比較舒服一點 然後放鬆心情 其實那個在醫學上來講 你說加點鹽跟不加鹽 其實我們的皮膚 沒有那麼容易 就水分就這樣被拉出來 不可能再吃 要搭配溫熱的水 但是如果你真的希望 下肢的水腫能消 其實我教你們一個 隨時都可以做這個 很簡單 就是曲漆 彎曲你的腳背消水腫 你知道為什麼嗎 剛剛我們黃醫師有提到對不對 就是說我們的 心臟把血液打出去 是很有力量的 但是那個是在動脈有力量 可是動脈一直循環到下肢的時候 經過靜脈再回流 這個距離非常遠 那它有什麼力量把它壓回來 光靠這邊心臟這樣打打打 事實上那個力量到末哨 已經沒有什麼力量了 所以這個時候 靜脈很容易淤積一些血液在上面 對不對 所以這時候怎麼辦 就是讓這個肌肉有機會收縮 你就可以用肌肉的幫浦的力量有沒有 把那個血液壓回來 所以我教你們一招 就是這樣 這樣做就可以了 這樣子 一從往上去你的腳背 它高跟鞋這樣有效嗎 有效 一樣有效 你可以把它放下來也可以 不放也可以 比如說你們在上班族 在上班的時候對不對 你上面在打電腦對不對 你就腳就這樣一直收縮嘛 對不對 沒有人知道你在幹什麼 可是就可以把這個水腫把它改善 對 但是除了這個簡單的動作以外 我們在吃的部分也要 當然來路病減肥要是絕對不能吃 對 那有關那個營養均衡熱量這部分 可不可以提醒一下 我剛剛有提到就是說 我們如果希望減肥又不要水腫 對 那就是你蛋白質要夠 因為你一旦蛋白質不夠 你的腎功能 你的心功能 都有受到影響了 那它一旦腎臟跟腎臟的功能變差 水分就排不出去了 就會肌在體內就會水腫 所以把握這個原則就是要怎麼樣 熱量減少 要營養均衡 這樣對不對 對 好 不過剛剛光是一個翹腳 這樣的動作消水腫 它很局部 還可以來試用一些 其他消水腫的方法 前部的話呢 我們會可以做一些 像剛剛邱醫師有提到說 我們可以做一些 加壓 加壓的動作要在晚上做 要前一天晚上就做 對 早上做有點來不及了 對 那晚上做的話呢 它基本上是因為 我們身體在晚上它還是會有一些代謝 所以我們就是提高那個淋巴的一些代謝 有四個地方你可以做按壓 一個是在眉毛上面這個地方 然後你可以用手就是在 就是掌握這個地方 對 去做按壓 然後你用地心引力頭往下 然後手往上去撐 然後去按壓到這個部位 就是眉心這個地方 這裡面這個地方 然後去按壓 大概從一數到十 然後呢 我們下一個位置呢 是在眼睛眼角這個地方 也就是太陽穴這個部位 一樣是用這個手旁邊 這個掌的地方去做一點按壓 一樣是就由外往內稍微去做按壓 一樣由一數到十 要很用力嗎 有一點點 有一點點tension 有一點點感覺 就是有一些加壓的感覺 不要到痛 就是對 有一些壓力感這樣子 第三個部位就是 顴骨下面這個地方 一樣往上去做拉提 所以不要到那個太多 那個細紋都拉出來了 就是這樣壓進去 對 稍微加壓一下 那它的目的呢 是淋巴跟鼻痘這個地方 它有組織液需要循環 所以你去做一些加壓 最後一個地方是 下面這個地方 去往上 就很多人拍照耍可愛的 淋巴 這樣子 對 去這樣子把它往上壓 都是由一數到十 一個部位可以做六到八次 所以平均來講大概 整臉做完大概十分鐘左右 這樣子 好 這是臉部的部分 對 臉部的部分 下半身的 來 好 我們如果要消水腫的話呢 會需要有一個工具 因為我們在做運動的時候 盡量是比較負重的運動 什麼叫不負重的運動 就是你不是站著的 那地形引力不會把你的水 再帶下去 好 那我們要做的時候 要有一點點的阻力 所以我們可以用這種 不要用的絲襪 絲襪 對 或者家裡面有彈力帶 當然是比較專業一點 有彈力帶的話 我們就是把它 繞過你的腳底 然後大概弄多寬 多長 其實是看自己的 還有這個彈性 因為如果說你今天是 比較長一點 然後你希望彈性好一點的話 你就讓它短一點 對 它就是比較難 你要力量大 強一點的時候就抓短 對 那如果說你今天 想要先試試看 自己的體力怎麼樣 你就是拉長一點 然後往前整個踢到底 然後回來 然後踢到底回來 我們要有一點阻力的感覺 去踢你的腿 所以它其實比較像是訓練到 我們的大腿跟小腿這個部位 手要幫忙往後拉嗎 不用 固定就好了 固定 固定原來的位置 固定在一個地方 對 像那個一一的就有點長 你就可以就轉一圈 對… 然後扣住之後往前踢 對 然後我們一邊大概踢 對 踢20下之後 我們可以換邊 對 記得一定要換邊 然後一樣往前踢 對 那我們大概一邊踢20次 然後兩邊總共加起來踢100次 100次 有助於消失一種 前一天晚上做 前一天晚上 對 大概看電視的時候就可以 就可以坐了 對 躺著踩踩腳踏車 不是也可以嗎 那個也OK 也OK 但路沒有這個大 所以這個效果會比較好 對 因為它有一些阻力在裡面 對 好 謝謝黃醫師 謝謝 包括了早上不腫 下午腫 體重還差1公斤以上 另外狀況就是雙腿水腫 走路還會有點喘 另外第三是全身怎麼都水腫呢 還有第四是單側的小腿 比較容易腫 我是屬於下半身 我覺得我上下半身的比例差滿多的 而且我也有 我覺得應該體重大家都會有差吧 對 因為差也會有差 我覺得通常至少都會差到0.5到0.8 對 一天嗎 還算少 就是到下午的時候 就已經比早上起來量的時候 至少多0.5到0.8 對 那是不是因為吃太多還是 沒有啊 但是你不可能不吃啊 也對啊 對不對 所以我們女生 就是對於這個斤斤計較不容易 就很喜歡在早上一起床 還要上完廁所 再去量 對 這樣看到那個數字 你就會覺得 放鬆了 瘦了 對 那依依呢 我其實早上跟晚上 會差到2 3公斤 那我懷疑是因為 怎麼可能 我晚上常常吃大餐 我懷疑是食物在種啦 對 可是我就是每次 然後妳睡起來隔天 體重又消 對 而且差很多 我連這裡肚子這邊 整個都會差很多 我就是到了中午跟晚上 那個腰圍會差很多很多 那這樣聽起來 會不會醫的情況比較嚴重呢 聽起來2公斤有一點多 對 因為那個我們基本上 如果你體重差超過1公斤 像是體質性的問題 意思是說你的水分的代謝 是有點不太OK的 那水分代謝不OK的時候 會發生什麼事 便秘 就是會很容易有一些便秘的問題 然後你可能像有些人 他們是排汗是有一些障礙的 不容易流汗 對 或者是 它有一些就是新陳代謝 久了之後造成肥胖這些等等 所以它就有可能是 比較容易出現 就是你的體重上面 早上跟晚上的體重會差比較多 是屬於體質性的 那當然還有其他 像另外的話就是這種雙腿水腫 然後走路會比較喘的這一種 那這種人呢 他就是心臟疾病方面的問題 對 因為他的心肺功能上面 會比較不足 所以剛剛邱惠師有提到 你的那個心臟你是要打血的 血一打出去回不來 然後你開始呼吸會急促 開始會比較喘 那有一些比較誇張的可能是 你只是去廚房拿個東西就喘 就距離很短也喘 對 距離很短 因為如果我們爬樓梯會喘 你是正常人啦 對 可是他這邊講的東西是 可能今天只是一小段距離 你就很喘了 對 就是日常活動都會喘的這種 心臟就要小心 對 心臟就要小心 然後加上是雙腿 尤其是膝蓋以下這個部位 好 那如果說你是全身都腫 包括你的臉 包括你的身體都腫 就有可能是腎臟方面的問題 腎臟 對 就是剛剛邱惠師也提到的 就是腎臟上面的問題的話 可能是跟你的整個營養的部分 還有你吃一些亂七八糟的藥 等等這些 而且它是全天候的腫嗎 對 全天候 它就不分時間了 就比較沒有分時段 對 那如果說你是單側 就是有些人腫是腫一邊的 如果你是腫一邊的話 你有可能出現的就是 局部的血管或是淋巴的阻塞 意思是說你一邊的血管 如果有一些阻塞的話 它這邊就上不來了 所以它這邊就腫起來了 對 那還有什麼疾病 可能也會有水腫 對 剛剛這邊還沒有提到的 就是有個 肝臟有病也會造成水腫 你們都很難想像 有的時候 好像水跟腎跟腥比較遠 肝臟也有 肝臟如果肝硬化了以後 你會有怎麼樣 你從這個腸胃道這邊的血液 要進到肝臟的時候 被堵塞住了 所以你慢慢慢慢肚子會大起來 剛剛醫醫說 他吃完飯以後 吃我們一公斤 他胖肚子大兩公斤 那這個真的是要小心 會不是有 真的嗎 怎麼講他緊張了 對 那是嚇你的 沒有那麼嚴重 因為通常 如果真的肝硬化造成的這個腫脹 它除了這個全身會腫以外 會腹水還有一個問題 會有 對 對 所以那個是嚴重病態的問題 那還有就腎臟問題 大家不要以為說 腎功能變差 所以循環不好 所以我有水腫 事實上你們要小心 有一些癌症 也會以腎臟引起的水腫來表現 什麼意思呢 如果是進到腎臟的動脈 旁邊有個腫瘤 把它壓住以後 腎臟的血液過不去 這個時候腎臟排尿的功能變差了 你會發現說全身都腫起來了 所以我跟你講 水腫如果你們用一般的 居家保養的方式 沒有辦法改善的時候 不要猶豫 要趕快去做個檢查 對 看看是不是有要命的問題 真的是很可怕 真的 之前他有一個是一個男生 然後是小男生 然後他就是本來還好 就是只是碰皮可愛而已 後來加上就發現奇怪 這個他小男生要安安 他想說你怎麼 那也越來越晃冷 就是越來越水腫 腫到後來你知道 他都變成咪咪眼這樣 然後整個水腫擠到變成咪咪眼 我才想說 這好像不大對勁了 怎麼會這麼短的時間 怕得這麼多 怕得整個臉腫都變成咪咪眼 說你要不要去看醫生 一看才發現他已經有 所以他那個水 就是真的刮醉 就是我們這樣 全部都是 而且這就是很可怕的一件事 就是很多人會以為說 像你們拿得到利尿劑對不對 對 先吃看看嘛 對嘛 反正一定要去吃就好了 代謝出去就好了 對 就病情越拖越嚴重這樣 對 真的要小心 那除了我們這個水腫 是讓大家覺得很困擾的地方 還有一個一樣東西 靜脈曲張 也不好看 對 但是你不要以為你沒有 因為來看看這些症狀 包括了第一點 腿部會脹痛痠麻容易抽筋 另外第二點就是無法久站 或維持同一個姿勢超過20分鐘 另外症狀三是 左右腿大小不一 壓下去會有腫瘡感 我是有一點點類似有靜脈曲張的 類似怎麼說 就是有啊 有啊 明顯啊 大家一看 好明顯 我都看不出來這就是 這個 這個等一下再轉過來一點點 是喔 這個是不是 對 可是我這瘡還滿小就有了 它是輕微的 因為一般靜脈曲張 可以分三個階段 對 最輕微的階段 就很像蜘蛛網一樣 對 細細的 蜘蛛紋 然後再嚴重像網子一樣 我們魚網那種網子一樣 對 最嚴重最嚴重才是鼓起來 對 最嚴重 鼓啊 平的啊 它平的 所以它算輕微的 那我的咧 妳 妳有 我以為是血管而已吧 好 來 再踩一下 我一隻腳有 一隻腳沒有 是嗎 這個地方 一隻腳有 一隻腳沒有 這個算嗎 這個只是靜脈比較表淺 看得到而已 這個不是叫靜脈 這不是 對 表淺 靜脈表淺 以前沒有 最近有越來越嚴重的訊息 以前看不到這樣的顏色 以前沒有 小時候沒有 後來開始工作 不是 就是年輕的時候沒有 後來就是開始出來工作 又讓媛媛看似有點手 對 也就是靜脈比較明顯這樣 其實它已經有點要鼓起來的感覺 要變大的感覺 那如果它等到有一天 它慢慢更明顯 然後有點鼓起來 那就是了 其實你這時候就應該要保養了 你這個再下去 就會變成真正的靜脈 它那個感覺區域還比我大 因為我這個 它的就是這樣在兩個 你的兩個不太一樣 不是 但是問題是 你們兩位有這樣的症狀嗎 有時候會脹痛痠 抽筋什麼的 就是會久站 所以我跟你講說 白天一起來就不會 通常到下午的時間 那晚上就是會覺得很痠 那時候就是你知道回到家 怎麼可能運動嘛 就已經又痠又脹又痛又麻了 就是把我們的糖漲 我沒有辦法在一個車子裡面 待超過20分鐘 就是坐車子就會 腳就會麻 因為在車子裡面 腳是沒有辦法伸直的 我這樣就麻 所以我還滿害怕坐飛機的 都不能去 是喔 對 只要坐很久 尤其如果是到比較遠一點的國家 那個沒有辦法就是好好伸展的話 那真的會很害怕 那易軒會嗎 我沒有靜脈曲張 我只是腿粗 但是 可是我這些症狀為什麼都有啊 就是腿也會 對啊 就是會痠脹嘛 然後我也 妳什麼情況會痠脹嗎 其實一到下午就開始了 就是只要過中午後 你只要有站起來活動 就會覺得脹 然後我的腿圍會明顯差異到 比如說早上我穿得進 這床靴子 然後晚上就穿不進 這差距很大 也就是會腫脹的狀態 然後我也很明顯的 右腿 整條腿都比左腿粗 我聽過 小時候聽過最恐怖的是 有人靜脈曲張 因為那個靜脈突出來 然後他去洗澡的時候 拿那個東西去撈一撈就 破了 對 就破了 怎麼可能 真的嗎 有可能喔 脆弱 有什麼脆弱 真的 洗澡就破了 這是靜脈噴血嗎 對 這是靜脈噴血 因為它太靠近表皮 然後皮膚剛好又有點發炎 對 就這樣容易破掉 有一個男生他就是那種 他還是男生 你一定以為女生才會靜脈 男生也很多 然後那男生是什麼 你知道他工作 就是在加油站 當那個加油員 那加油員他長期就一直站著 那久站你覺得說有變換 但是站那麼久 還是對腿部是一個壓力 所以他那個靜脈曲張 就越來越嚴重 就他有一天是幹嘛 去跑步的時候 然後那個野外有那個 像樹枝什麼 劃破了 劃破那個地方剛好劃到 就流血 流血以後慘的是 他那個地方就變成一個像 他就不會好 因為那個地方其實 肌脈曲張除了血管的突出之外 通常那附近也容易造成一些 他們叫做發炎的狀況 血絲溃爛 那個溃爛就一直一個洞在那邊 然後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越來越大 就整個變成一個局部的溃瘍 溃瘍到他們這樣受不了說 哪有人一個傷口 這麼久都不潔發 都不癒合 去給醫生看 然後醫生就說 幸好你早一點來 你繼續脫 他也有可能要截肢 因為你這個地方 因為血管循環不良 他根本沒有辦法輸送相當的那個 可以復原的因子 去把它覆蓋起來 通常想說靜脈曲張 大家第一個反應就是 對 就是看得到的 可是他其實真的是 就是一開始就是小小的 小區塊 像剛剛邱醫師提到 然後到最嚴重的時候 就是他整個浮出來 然後甚至會造成 周邊皮膚的潰爛 那他就有程度性 那我們這邊提到的症狀 是你還看得到他之前 其實他已經是身體發出的警訊 對 那意思是說 怎麼叫靜脈曲張 就是我們的靜脈 它裡面有瓣膜 然後這些瓣膜就跟幫譜一樣 就要把你的血打上去 可是這些瓣膜 它有可能因為你的活動量太少 或者其他的一些因素 久坐等等 它的瓣膜的功能 慢慢比較喪失了 慢慢喪失之後 它沒有辦法把血液打上來 所以就有一些血液 會囤積在你的靜脈裡面 然後久了之後它就會越來越擴張 然後形成靜脈曲張 為什麼會覺得女生好像比較多 比例上來講 的確女生大概是4比男生1 這樣的比例 那它就跟 對 對 那女生的話三個階段 一個是青春期 開始月經來的時候 再來就是懷孕 再來就是更年期 它主要會跟我們骨盆腔這邊的靜脈 它會需要有比較多的血液的補充 所以它就會有比較多的血管分布 然後造成我們下半身的靜脈 會比較容易出現這些問題 所以女生稍微比較 尤其在懷孕就是 所以生越多胎越容易啊 因為你有很多次的肌肉 我們兩個 你們兩位都 真的 你有很多次的機會 造成身體那個荷爾蒙的一些變化 是的確會比較容易 因為我還有一個原因 很容易造成靜脈曲張 為什麼 因為胎兒在這邊壓迫 對啊 這邊我們有個下腔靜脈 要回到心臟對不對 你這樣一壓的時候 那個下腔靜脈擋住了嘛 就好像你們女生 如果平常喜歡穿那個頸 對 受腰部 這邊綁得很緊 或者臀部這邊綁得很緊 你知道嗎 很容易造成 下肢的靜脈曲張 也會喔 太緊就對了 低腰的牛仔褲 所以如果孕婦 孕婦喔 要怎麼樣避免靜脈曲張 我現在教你喔 你平常時回家 盡量側躺 側躺 不要這樣正躺 沒有辦法正躺 其實那時候已經很壓迫 也無法正躺 你會覺得好像有點沒辦法呼吸 對 會頂到你的肌肉 所以你需要側躺會覺得比較舒服 對 那症狀1跟3 跟靜脈曲張的關聯是什麼 抽筋 肌肉在收縮的時候 跟放鬆的時候 它是需要血液的 那如果說你的血液 沒有辦法很完整的去補給的話 它就會出現不正常的收縮 就是抽筋 對 所以很多像這種 像腫脹酸麻這些 主要都是跟我們的肌肉 它在過度的收縮 或者是一些過度的緊張 然後所產生的這種不舒服感 對 那左邊右邊大小不一 它壓下去會有一些腫脹感 其實就是跟血液的循環有關 跟它的回流的能力有關 那所以如果說左邊右邊差很多 剛提到的就是有可能是 一邊是特別的嚴重 你的瓣膜是比較弱的 比較不全的 那這個的話 基本上最好是就醫 那如果長期下來 跟著越來越嚴重 會有什麼健康的危機 對 當然有啊 剛剛有提到那些輕微的症狀 那個都還好嘛對不對 好像說休息休息 或者一些保養的方式 就可以改善 但是你們知道嗎 你們知道我們動脈 打出去的血液 是充滿了養分 養氣的 可是到了組織當中 代謝完以後 把那些廢物有沒有 從靜脈這邊排回來 那個靜脈血 其實是含有很多 壞東西在裡面 那當你在那邊堵住以後 它都堆積在這邊的時候 它刺激你的肌肉 肌肉當然就會抽筋嘛 那如果刺激你的皮膚 你皮膚就會怎麼樣 發炎 我們叫靜脈抑制性的皮膚炎 就皮膚會癢 然後會色素沉澱 會很黑 很癢 然後所以潰癢都不會好 好 這個還不是最重要的 最可怕的是什麼 就是說一旦它回流受阻以後 如果你的凝血功能 又不是那麼的血液流暢的話 它就會變成什麼 那這個酸塞從這個靜脈回來以後 回到這個心臟以後 從右心打出去又跑到哪裡去 跑到肺臟去 所以會造成肺酸塞 肺酸塞是會要命的你知道嗎 你肺部整片組織通通壞死了 不能喚氣 呼吸困難 送加護病房 不小心就死掉了 所以這是非常危險的事情 好嚴重喔 對… 那我看我們還是要從早點 來做一些改善和預防對不對 改善 肩脈 曲張 有沒有什麼方法 依柔 之前試過啊 女生最基本的抬腿啊 但是我說真的 有時候工作完回家 連腿拿起來的力氣都沒有 後來就改穿那種你知道嗎 晚上不是可以睡覺那種 眉腿嗎 對 到膝蓋 那時候有一陣很流行 那也是壓力化那種對不對 它沒有到像那種 整身的那種壓力化沒有那麼加壓 但是它就是說穿了隔天 好像就是腿部的線條會比較美 然後久了又覺得好像 效果沒有那麼明顯 像我就有聽人家講說 吃魚油還有銀杏 因為就是天然的深海魚油 它們就可以有抗凝血的功能 還有降低發炎的功能 所以我就聽朋友人家這樣講 所以我也跟著吃 但是我不知道是不是真的有效 對 那鯨魚媽也會有方法嗎 有 因為其實我之前是在做領胎 所以我們她上班八個小時 要站至少七個小時 所以那時候腿都會很痛 然後同事之間就會介紹 穿這種單數很高的襪子 靜脈曲張就好 因為它很緊 而且不管是穿 脫都很緊 很不好穿 很不好穿 那我就覺得其實對 像我們酒站是滿有效果的 對 基本上因為你靜脈曲張是靜脈 上面來的壓力太大了 所以靜脈慢慢慢慢被撐開了 對不對 那瓣膜撐到一定的程度又 哇 垮了 整個血就往下掉 鼓起來 那這個的話 就利用組織加壓的力量 讓它血管撐住 不要被那個血液這樣子把它撐開 所以它當然就會有一點幫助 但是事實上在我們醫療上來講 如果你真的有靜脈曲張 要用更先進的靜脈曲張襪才有用 專用的 它有什麼特別 你知道嗎 它叫做 什麼叫做漸進式壓力 就是越靠近腳底的地方 壓力越大 然後慢慢慢慢的 上面就比較小的壓力這樣 對 它有漸進式壓力 而且不用穿到腰部這邊來 對 只要 讓大家注意一下 那黃醫師怎麼看呢 那些什麼美腿襪什麼 基本上他們會有一些幫助 那其實更多人會做什麼事 因為很多人都會說抬腿 那抬腿也會聽到 有人說有效 有人說沒效 那因為大家抬的方式 很多都錯了 因為抬腿的方式 最多 最普遍 大家會就是形成一個L型 就是把身體就是靠住 靠住這個牆 對 靠牆壁變成一個L型 那這個方式我其實不建議 因為多數的人那個L都會歪掉 因為你的可能柔軟度不夠 或者是你的膝蓋這邊 有一些不舒服等等 你的L通常是你的臀部 到你的腳底的地方是懸空的 所以其實這個方式 我們比較不建議 因為它會對你的骨盆帶來傷害 對 所以我們要正確的抬腿的話 方法應該是 你的腳踝會高於你的膝蓋 高於你的鼠膝 對 那下面都要墊滿 所以你不需要是直的 你可以是一個T字狀的 就是在你的膝蓋這邊 是一個大於90度的角度 所以你可以在膝蓋下面 墊一顆枕頭也可以 對不對 躺下來的狀態 你就會稍微高一點這樣 對 比較高 所以意思是說你的腳踝 那個地方墊得要最高 對 然後再來是你的膝蓋 然後下面都要 再來是鼠膝 對 都是要有填充 那不要讓它有懸空的狀態 因為懸空它基本上就會變成 一些定點的支撐 對 那這種定點的支撐 有的時候比方說你躺著 然後突然咳嗽 你的腹壓是升高的 它其實對你的血液回流 是沒有幫助的 那邱醫師怎麼解釋 像魚油這個OK嗎 魚油 魚油銀性人參 這一類的藥叫做 活血的藥物 對 活血的藥物就是抗凝血 那基本上來講 它對預防酸塞有幫助 對不對 但是要小心 我們常常遇到一些 就說比如說要來做手術 它忘了把這些藥停掉 結果 因為不容易凝血 這是一個 那種已經像蚯蚓狀的那種 靜脈曲張那怎麼辦 那只有一個方法 就是用手術的方式把它去掉 這樣子 對 整腿這麼多 對 那個還是可以做得到的 沒問題 它抽出來了 只有兩個針孔而已 對 它就把那段壞死的血管拿掉 對 那去哪呢 身上 它血液還有別的地方 可以回上去的 那一般會有回路 這樣不會影響到腳底的 那個什麼 不會 因為你那已經綁刷了 就不要讓它繼續走 綁刷的那條路 對 然後就換條路走 你高速功能不通就走成道 這樣喔 引到別條去走就對了 對 那就不會再復發了 沒有 如果你的原因還在 沒有根除的話 可能其他條還會再出現 對 還會再出現 膠中暈塞 它一定要用徹底的方式來解決 所以你如果沒有做好水塗保持 它就會技術 還會幫刷 所以這樣避免幫刷 有支援嗎 避免幫刷這幾個重點 就是不要一直有久站久 做這種壞習慣 偶爾比如說像剛才邱醫師那樣 翹翹你的腳板 或起來動一動都好 但如果工作沒辦法 就真的要穿那個襪子了 工作沒有辦法 其實就像邱醫師 我們沒有一定要大動作 你其實不要維持都不動 稍微動作 第二個事情是 有些行為是會傷害你的血管 你的健康的 比如說抽菸就是很明確的 會傷害你的血管健康 所以如果本來你是有抽菸的 就麻煩你不要抽了 如果以補充劑的方式 我們知道幫助黏膜健康的東西 還有一個東西其實是 維他命A系列是有幫助的 所以你可以多吃一些 比如說因為類伙伯朵素 那個可以轉化 所以你可以吃一些 生綠色的蔬菜 或吃一些 含有類伙伯朵素的東西 接下來我覺得很重要 一個部分是說 你真的要 因為如果你的肌肉 沒有肌肉 你就是少了一顆心臟 它就自然更難鼓上去 有些人很害怕說 會有那個 蘿蔔 小蘿蔔對不對 事實上 女生你老實說 你一般的運動很難練蘿蔔 因為蘿蔔是在裡面的那個 非常肌 那個除非你一直墊腳 或用很重力 不然很難 你一般的運動 只會有沒有比目魚肌 其實不會變成那兩肌 那麼大肌 另外 男生們注意 在你的肌肉 還沒有練完之前 請不要用那種很重的 有些人喜歡說 現在你不會有練硬舉 或什麼 就是他們要練核心肌群 他就做硬舉 或拿一些比較重力的東西 之前有一個男的 就是他明明就是一個弱肌男 然後他就每次都要拿很硬的 結果造成他的整個靜脈曲張 急速惡化 因為你的肌肉沒有力量 你卻讓你的身體承受 非常大的力量 所以他那個壓力是更大的 所以他轉時間之內 就變成惡化的靜脈曲張 所以先把肌肉練起來 再來加你的強度跟距離 好 那如果我們要預防靜脈曲張 黃醫師來教我們動作 好 我們要做的動作呢 就是增加我們小腿肌力的運動 所以要有一點阻力 那我們做的方式就是拿一條毛巾 握住兩端 然後一樣腳踏上去 踏上去之後腳盡量伸直 不能伸直的人 彎一點沒有關係 盡量伸直 好 那我們在伸直之後腳往下 然後你的手往另外一個方向 等於你手去拉你的腿 然後你的腳是往下去用力的 往下去用力 對 腳掌往下去用力 稍微停住 往上拉 拉的時候就是一個伸展 這個伸展是 這有在拉筋的感覺 對 它是後腿的伸展 好 那我們因為有這個阻力 我們往下在用力的時候 我們就訓練到我們的肌肉了 它是一個阻力型的運動 所以往下盡量用力 然後你會覺得你的小腿前側 應該要有酸酸的感覺 那才是正確的 這種不會什麼小腿 那個老鼠就跑出來 不會 這個伸展機不會跑出來 因為它沒有機會用力 我們伸展的部分 大概停三到五秒 就是一下下就好了 對 然後再往前 不用到十秒那麼多 大概三到五秒稍微停住 然後再回來 重複幾次呢 重複大概是十次左右 十次 然後就換腳 對 然後就換腳 好 所以輪流做 男生女生都可以做一做 最好的時間是在晚上對不對 對 晚上 一天下來晚上稍微做一下 可是她會很瘦 是的 好 所以我們對於大家 很多女性的一個醜困擾 不知不能處理 走路解決會好了 對 謝謝大家分享 謝謝 謝謝